却无力再次发兵救援 绝望之中 嵩山副将夏成德秘密详清 以为内应 重破 红城头被俘 不久投降 余部全部被杀 皇太级下令将嵩山毁如平地 很快 景州人心瓦解 祖大寿率众县城投降 不久清军又攻克塔山等地 至此 松锦之战 明军将关外的重镇丧失大半 清军得以直接威胁宁远山海关地区 但是此战清军虽胜 却也损失惨重 无力一级进攻明朝 双方相对得以安定 然而 明朝政权却在突然之间 轰然倒塌 散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